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肖元君 欢迎收看优旅游带给您最优质的旅游好去处 说到佛里达的奥兰多 那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乐园王国啊 首先华特迪士尼世界是全世界最大的迪士尼主体公园和度假区 然后奥兰多环球影城也是所有环球影城 主题乐园中最大的一座 另外还有海洋世界在这里安家落户 来到奥兰多你就可以彻底的释放你的童心 尽情的玩个痛快 不过这么多公园地盘又大东西又多 每一个都像一个迷宫一样 究竟要怎么玩才能省时省力又尽兴呢 今天我们就帮您计划一下 奥兰多的主题公园主要有七个 其中迪士尼有四个 当然不包括两个水上公园和迪士尼小镇 另外环球影城也有两个 还有一个是海洋世界主题的公园 住宿和交通方面呢 您可以选择住在公园内的酒店 比如迪士尼世界 从野外帐篷到豪华酒店 各种类型各种价位应有尽有 好处就是有氛围 能够跟童话世界融为一体 而且去迪士尼各个公园也都有直通车 不过问题是 如果您要去其他的主题乐园 比如Universal Studio 那可能就不方便了 中途可能需要租车或者换酒店 或者您可以选择住在外面的酒店 比如住在Lake Buena Vista地区 那里就有很多的酒店 提供到各个主题公园的Shuttle Bus 十分便捷 迪士尼世界有四大乐园 分别是最经典的Magic Kingdom 代表着明日世界的Edgar 好莱坞影城Hollywood Studios 和动物王国Animal Kingdom 买票最好提前在官网订购 现场买可能要排很久的队哦 门票有一天一元和一天多元两种 建议您买一天一元的票 这样就能更深入也更轻松地 享受每个公园的每个项目了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排队问题了 这么热门的公园里 不少项目会让你排队排到抓狂呢 所以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件法宝 My Disney Experience Disney World软件 里面有各个项目最及时的排队时间 另外一定要用好FastPass 快速通道 公园中有一些游乐项目附近 会有FastPass的机器 根据指示 扫描门票 选择想用FastPass游玩的项目和时间 不过快速通道 每人一天只能用三次 所以要选择受欢迎 而且容易排队的项目 Magic Kingdom是最经典 也是最受欢迎的乐园 建议开门前就到达 然后领取地图 表演以及游行的时间表 设计好路线 如果您是没有小朋友的朋友 建议您一进公园之后 趁早上人少 先去征服最刺激 也最受欢迎的三个Ride 也可以称为三座大山 其中的两个 Big Thunder Mountain和Splash Mountain 都在公园的Frontierland 在大门口乘坐园内的小火车 就可以到达 然后直奔Fantasyland Why You Are a Small World Peter Pads Flight 小熊威尼等充满童趣 又颇受欢迎的项目 如果玩不完 您也可以拿两张Fast Pass 稍后回来 另外Mikki's Final Magic 3D电影 也非常精彩 Mikki和Mikki的家 也在附近 接近中午的时候 去城堡前 看Dream Along with Mikki的表演 中午吃完饭 再到Tomorrowland 领取Space Mountain的Fast Pass 也就是最后一座大山 然后在附近 看看实地仔的秀 坐坐小火车 或者其他感兴趣的Ride 然后走到Adventureland 玩一玩加勒比海盗 和丛林探险 再到Lifter Square转一转 下午三点 看游行表演 Disney Festival Fantasy Parade 不要忘记把Space Mountain的Fast Pass 也用掉哦 到了晚上 一定不能错过的 就是夜间游行 和Celebrate the Magic的 焰火表演了 Disney Hollywood Studios 迪士尼好莱坞影城 是以好莱坞经典影片 影视娱乐及幕后制作为主题的乐园 Hollywood Studio 其中最受欢迎的Ride 也是有可能需要拿Fast Pass的项目包括 Rock and Roller Coaster 室内过山车 车冲过去的一瞬间 就充满了惊叫声 它的旁边就是Tower of Terra 融合了恐怖元素的自由落体设备 Star Tours 还原星球大战的4D影片 还有Toy Story Mania 3D射击 让你欲罢不能 另外不能错过的现场表演 还有Indiana Jones 还有充满飞机特技 现场爆破的Lights Motors Action 小美人鱼 美女与野兽 还有最新的冰雪奇缘的表演 都令人耳目一新 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 还会增加一场特别的秀 Fantasmic 有水母电影加烟花的表演 听说有不少游客 提前两个小时就来站位了 您也要提前做好准备哦 好了 今天就暂时为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下次我们会为你介绍 奥兰多盛夏的主题乐园 敬请期待哦 以上YO旅游由YO市频道制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